Hello,大家好,我是金心 今天呢,我非常开心 因为一大早我就收到了我的好基友的消息 他在今年的8月7号就要结婚了 我真的真的是非常替他开心 因为我和他认识了好多年了 你听懂我刚才这段话的意思了吗 我说的是好基友 是你听错了呢 还是我讲错了呢 其实啊,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新词 叫做好基友 看一下,基友 基友 基友呢,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指的是男同性恋 第一个含义指的是男同性恋 也是我们一般上所讲的gay 在这里我声明一下 我没有任何歧视男同性恋的含义啊 我没有任何歧视同性恋的意思 我只是在给大家讲这个单词 因为我本身有好几个男生朋友跟我关系非常好 他们也是gay 我没有任何歧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意思 大家不要误会 第二个含义 基友指的是好朋友 所以一般来讲,中国年轻人呢 在称呼跟自己非常要好的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相称对方为好基友 好基友 比如说我妈妈说,你这么晚了还出去干嘛 我说我要和我的好朋友好基友去肯德基吃顿饭 去肯德基喝杯饮料 这个时候好基友指的就是好朋友 记住了吗 那其实中国年轻人在表示好朋友这个含义的时候 还有很多其他的单词 我们也来一起学一下吧 比如说第一个单词叫做铁哥们儿 铁哥们儿 铁哥们儿的含义呢 指的就是非常非常要好的男生朋友 一般来讲 男生和男生之间会互相称为铁哥们儿 当然也有少部分女生会叫自己的男生朋友为 好哥们儿铁哥们儿 但是这样的女生一般来讲都是女汉子 蒙妹子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好朋友叫铁哥们儿 那蒙妹子之间互相称呼好朋友为什么呢 一般蒙妹子会管自己的好朋友叫做闺蜜 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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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就是女生之间的好朋友 男生最好不要称自己的好朋友为闺蜜 因为这个词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用的 清楚了吗 如果你和这个朋友呢 认识了很多很多年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个时候你可以管他叫发小 发小 指的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叫发小 叫发小 好了 今天的这些称呼好朋友的单词你都记住了吗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好朋友之间开玩笑年轻人都会称为 基友好基友 男生和男生之间会称为铁哥们儿 女生女生之间会称为闺蜜 如果这个人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不管他是男是女 他都是你的发小 记住了吗 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 也可以加我为你的Facebook好友 更欢迎你把我的视频 推荐给你的好基友 好吗 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